要问炒鸡哪家强 中国江苏找谁呢 当然找我呢 今天就跟你分享用毛豆炒小公鸡 鲜嫩的毛豆配上嫩的 有嚼劲 有弹性的公鸡肉 那是越吃越香 把公鸡肉多的地方切大一点 肉少的地方切小一点 加点盐和白胡椒粉 把它们抓匀了 再加点淀粉 抓匀静止15分钟 毛豆米下锅焯水 变成翠绿色就可以捞出了 做炒鸡最好用菜籽油 下锅煸一下 煎到鸡肉两面微黄 就给它使劲翻炒 倒入酱油和生抽调色调味 再来点白糖提鲜 这时候加大蒜 炒出大蒜味 再加焯好水的毛豆米 如果太干了 可以淋上一点热水 稍微炒几分钟 最后撒上青椒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我觉得比用水煮的红烧鸡肉还好吃 快收藏起来 试试这样做的鸡肉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